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此以外 如果你不拜拜不吃素 你也可以来看看我们的这个佛光颜的美术馆 也可以到楼上来超超近 让自己的心情静一静 第二点 幸福村文化馆 来到人家龙兴村 你会先看到一个幸福牌坊 一走进这个牌坊 感觉幸福感满满的 那在牌坊的旁边呢 你就会看到文化馆 这个幸福村的文化馆呢 里面你就可以了解到幸福村的历史 也可以看到一些文物 里面有个图书馆 让你来看看书 除此以外呢 你也可以在那边吃一些小吃 第三点 万寿宫 早年的时候呢 在这个人家龙兴村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神庙 那人们为了方便供奉 就把所有的神佛都集合在一起 就建了这个神佛总坛 万寿宫 来到人家龙兴村 你一定会看到这一间非常壮观 非常漂亮的神庙 第四点 新春木板屋 人家龙依然保留着很多很漂亮的这个新春木板屋 这间木板屋都有很多年的历史 它除了有单层的以外 也有双层的 听说以前啊 五千块就可以建单层的 你有八千块就可以建双层的 凡是有双层的这个木板屋 都是好人 有钱人 第五点 老厨 老厨就是老厕 就是老房子的意思 在人家龙兴村有其中一间老房子呢 它就把它建成了民宿 那这个民宿是用老房子来改造的 里面的环境非常的舒服 如果你到人家龙兴村 想要过一个晚上 可以考虑到老厕来住一住 第六点 统罗庙 统罗庙呢 就在民宿的各几间 那它是香火鼎盛的老庙 主要就是供奉关公 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特别呢 这间老庙每个星球五晚上都会有问世的活动 那怎么问世 它主要就是用抬轿问世 就是有两个人抬着坐轿 然后呢 不管是盖符或者是写字 都用轿子来写 特别了吧 第七点 八帝 八帝是谁呢 其实八帝是一间用老房子改造的咖啡店 它就在新春面对大陆的老房子 这个地方除了是当地人在早上或者是中午 会来吃饭喝茶的地方以外 周末的时候特别热闹 很多骑脚踏车或者是大型摩托车的人 都会来这边聚集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吹吹水 第八 传统小吃 人家龙新春跟一般的新春一样有很多的美食 这里玩家给你推荐三个 第一个就是红家手工包 红家手工包的肉馅非常的饱满 非常的好吃 而且呢 都是年轻人在接手做包子 除此以外 他们家的烧麦也很好吃哦 他们的烧麦是特别用鱼肉来做的 另外呢 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当地非常有名的蒜香油条 那除了可以吃这个蒜香油条以外 你也可以在那边喝喝它的这个红豆汤 还有它的花生汤 第三样就是陈济贡糖 陈济贡糖是有传统的贡糖和花生汤 你除了可以在那边试吃 你也可以买一包带走当成手信 第九 满元1969 从Sophie站出来到五号公路的交接处 左手边就是满元1969 满元1969除了是餐厅以外 它也是一个文创馆 那这个餐厅卖的东西非常好吃 有素食的 也有荤食的 而且呢 餐厅的营造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舒适 每一个角落都是打卡点 那除了在餐厅里面以外 后面还有一片绿椅 还有榴莲树 还有红毛丹树 那在这个文创馆里面呢 你也可以了解到这个人家龙新村的一些历史 第十 Night Bus 127 Night Bus 127其实是在满元文创馆前面的一个巴士餐厅 Night Bus所以它晚上的时候呢才会开 也特别的热闹 当灯光亮起的时候呢 特别的漂亮 感觉也很奇特 因为你就坐在巴士里面 吃C餐 吃汉堡 而这个Night Bus 127 127这个巴士呢 原本是从巴森到万斤之间穿行的巴士 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一代人的集体回忆 这就是人家龙新村让玩家感觉幸福的十个指数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玩家365频道 记得按下小铃铛 同时呢 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 也帮我们按个赞 我们下一次见